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较干净 比较先进 真的是合了那么久 四年多了吧 我很开心 我终于回到南部市场 这是我家附近 南部市场已经有好几十年的市场 它的东西很好 很好吃 这个腹袋很好用 如果出去了的话 你就上个南部市场 就带个腹袋 然后就把生鲜的东西不会坏掉 我想这一路走来 四年的改建过程 并不容易 我想这当中 起起起伏伏 碰到非常多的挑战 困难 挫折 但是大家齐心协力 一一的克服 当然今天来 我更是一个 从小就会跟着妈妈来南部市场 买菜的孩子 看到南部市场百年的历史 今天改建完成 我想这么重要的历史一课 这么多的好朋友一起参与 建政 我想大家永远不会忘记 更重要 南部市场也是所有民众的记忆 存在的包括我们南部市场 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 包括长衣 我们的熟食 东坡肉 我自己是会爱吃东坡肉 那另外还有粽 我知道丽家的胡州粽 然后精华火腿 万有泉的精华火腿 等等太多了 当然还有肉干 我知道有金龙 有快车 其实信手引来 每一家都是民店 每一家都是非常好吃的美食 那我想更重要 除了这些大家非常知名的店家以外 南门市场 更是充满了人情味 老记忆 剛剛看到影片 我觉得全国会长率领了团队 大家一定都满满的感动 我想最重要的灵魂人物 就是我们全国会长 我们再次给全国会长掌声鼓励好不好 也谢谢全国会长为我们台北市市场改建树立了典范 我想今天这么多会长来 也都希望跟全国会长汲取经验 我们希望未来的市场改建 能够少走一些弯路 能够快速的更完善的尽快的改建好 让摊商朋友受到的冲击降到最低 我想每次经过看到这边的人潮 还以为已经过年了 其实没有 甚至人潮比过年还要热闹 所以我相信摊商们非常开心 笑容满面 当然我想改建完成摊商回到家里 这不是一个结束 这是另一个崭新的开始 在这之前市营运期间 市府不断改进硬体和软体设施 摊商及消费者也逐渐熟悉新市场环境 每日平均达五千人以上进场才卖 心情很好 因为地方比较干净也比较坤 然后生意也有比较好一点 人潮差很多 起码差了一半以上 环境怎么样 环境它比较舒适 比较宽敞也比较干净 视野也比较好 不错很好啊 对对对对 来这边冷热闹 而且干净 又舒适 我希望南门市场可以永续经营下去 今天功劳绝对不是我 是我美国摊商 他们在那班前 我真的眼泪都快流下来 他们真的很辛苦很累 好几年了 在中期市场 谢谢张慧权里长 张慧权里长 谢谢你 在中期市场 大家虽然遇到很多事情 我们也走过来了 真的很难 因为碰到疫情 碰到公主号 又碰到那时候 阿法病毒 真的是把我搞惨了 后来没有关系 我慢慢带摊商走过来 从外送平台 然后网路宅配这些 把他越搞越大 生意大家越做越好 今天可以回到市场 10月7号 市医院 到现在 一个月的人潮都不断 我都已经怀疑说 我真的怀疑我的人生 怎么会那么多人 每天都看 我都快要互合不下去了 真的 我真的很希望说 局里面 市场如果有支援 我真的很难 那我也很高兴 人可以变那么多 市场变那么漂亮 谢谢大家帮助我过过的 南门买菜节系列活动 也随之登场 许多摊商搭配活动 推出限时折扣与优惠 还有行动支付业者 也有支付回馈 优惠一直到年底 期盼借此让民众 持续到南门市场采购 欢迎回家 记者问郡台北不倒 工艺大使莎莎坐在轮椅上 滑下缓坡 就让她吓得娃娃大叫 接着还得跨越障碍物 将轮椅倒车 或是经过凹凸不平的路面 每一项关卡都是轮椅 族在路上必经的挑战 平常我走路觉得 真的是小山坡 但当你坐上轮椅之后 那是一个大山丘 就是你过去的时候 你会觉得你想要助跑 再往前冲的感觉 但又觉得好像力气太大 而且我刚才微微往后助跑 也过不去 太难了 所以我觉得真的 有时候适时的伸出手 真的可以帮助到他们很多 像刚刚我真的过不去 小帮手帮我推了一下 我就过去了 所以真的需要大家的帮忙 除了坐上轮椅 体验轮椅足的不便 莎莎也戴上眼罩 感受眼前的黑暗 同时在精神疾病经验者的 真实告白文字中 认识在社会中的各种需求 我觉得轮椅跟那个视障 那一部分都很可怕 你会有一种觉得 怎么办 我现在要去哪里 为什么我没有办法控制我身体 明明这是平常我很OK 但我都没办法了 好难喔 然后当眼睛全部被蒙起来的时候 你会觉得旁边声音好清楚 一点点小小声音 你就会觉得 什么很可怕的事情要发生 所以我觉得每一个地方都很值得 大家来体验一下 然后感受到身上朋友 需要帮忙的地方在哪里 因为常常我们都会呼吁 大家一起来做爱心 但我觉得这个想法 可以稍微改变一下 我觉得这是所有生活在台湾 这片土地上面的人 应该想要我的福利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 这个为什么要这样 那个为什么要这样 但当你来到我们这边 好好体验之后 你就发现 那对他们来说 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在 有时候你要亲身体验才知道 这是大家所需要的 不要觉得 这是特别为了别人做什么事情 为了让民众了解 无障碍 及友向环境的重要性 伊甸基金会 举办第十届 无障碍生活节 展览内容 包含十年回顾 障碍体验关卡 以及舞台表演等 呈现社会多元需求及样貌 伊甸基金会 办无障碍生活节 已经十年了 十年来讲 其实是延续伊甸 一直在声障议题的倡议性 只是以前的形态跟现在的形态 有点不一样 但是我们希望说 很多人看着所谓的 声音障碍者或者弱势者的时候 不要用可怜人而看 而是应该用一个平权 人权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 以至于对他们来讲 会有更多的尊重 跟更多的帮助 十一住行来讲 生活上其实都会有些障碍 但是障碍必须要体会去看 那我们今天在捷运这站来做 其实我们当时就讲的是个行动的不分无障碍 行动无障碍是也比较是外显的 比较容易被看见 其实我们也去过一些国外 其实台湾的声音障碍者 其实在出现率比一般国外还高 其实是应该说 台湾的无障碍环境是越来越好 就包括我刚刚说 因为台湾的捷运不是这么早盖 1996年才开始 1996年开始来讲 在设计的时候 伊甸基金会就 以身障人权的角度有介入这件事情 以至于整个的捷运网起来之后 声音障碍者变成搭乘就变得很方便 这是这样 那平常来讲 日常来讲 当然也还是有很多的障碍 但这个就必须要大家能够 细相体会 互相的帮助 伊甸基金会第十届无障碍生活节 即日起至11月19日 在捷运大安森林公园 站阳光大厅盛大展出 除了有障碍体验 无障碍检测 让民众切身感受 也有身障职人带来手作 及摊尾市集 邀请民众一同来体验 记者李琦慧台北报导 细腻的工笔 将孔雀及各类青鸟的羽毛 描绘得斑斓绚丽 而人物化则是展现出古典侍女 后宫嘉丽的柔美姿态 还有歌仔戏的圣诞角色 在他笔下也都栩栩如生 让人感受到陈丽雪 对自然生态及人文情怀的深刻领悟 我们台湾的特有鸟类 真情义类 像帝制 南富贤 还有环景志等等 它们都是很稀有的 但是在深山才看得到 所以我也利用画作 来表达对台湾这个土地 对这些真情义寿的推广 也是说把他们的美呈现出来 那人物化部分 因为我从小喜欢看歌仔戏 所以我也画了歌仔戏的人物 那画我所爱是我最主要的 作画的理念 所以我也画我的爱孙 我五个孙子都在我的画作里面 同时也有仿古画 那欢迎大家 对书画有兴趣的朋友们 能够立临 陈丽雪从事工笔书画 创作超过50年 今年适逢70大寿 特别举办书画各展 画作中的爱孙 还有陈丽雪的友人 都到场祝贺 旗袍爱心协会的佳丽们 更带来精彩的旗袍走秀 为展场增添光彩 丽雪老师 她是一个个性非常的好 而且就诚诚恳待人 那么可以看她的家庭生活 非常的幸福 所以她的画作里面 有她的家庭生活 跟家庭的互动 孙贝的互动 也看得见她的家 养一些动物 或什么 我觉得她的绘画 就是她的生活 然后她喜欢歌仔细 所以她也把歌仔细画进去 所以绘画来说 对她来说 应该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很辛苦的画工笔画 但是却乐在其中 人家说以文会有 我们是以画会有 以书法会有 那就认识了很多的 艺文界的朋友 我们除了在国内展出 也经常到大陆去交流 我们的作品跟大陆的 还是有一些区别 书法的内容 书法的方法 写作的技巧都不一样 那就是大家借这个 书画来做交流 如墨传星2023 陈丽雪书画各展 即日起到11月26号 在国父纪念馆 三楼一仙一郎展出 欢迎对书画有兴趣的民众 前往参观 感受公笔书画细腻雅致的美感 记者林锡慧台北报道 維安特勤队破门而入 鹤令嫌犯趴下 他就是以竹联邦名人会 万华分会长置居的何姓男子 刑事局调查发现 何姓嫌犯涉嫌吸收 错学学生加入帮派 不仅指挥 未成年帮仲坎人 还教唆担任诈骗车手 日前因为怀疑 四名少年侵吞账款 还将人如走凌虐 并向亲友勒俗 刑事局经过长期收政追查 寻现逮捕何姓主嫌在内 共18名帮仲盗案 帮派成员何姓首恶 涉吸收未成年少年入会 以壮大声势 致意暴力犯行 并于今年5月间 在内湖区 涉犯聚中斗殴 及杀人未遂等案件 6月中旬 以被害人涉嫌 施吞帮仲 不拔款项为由 侵入住宅 强压被害人 至新北市汐止区 某铁皮屋囚禁 毫打凌链 并勒俗 新台币数万至数十万 不等财物 且持续恐吓被害人及其家属 至被害人及其家属 于恐惧中 手段嚣张且严重 侵害他人生命身体安全 警方已经依组织犯罪防治条例 杀人未遂及妨碍自由等罪嫌 将核性嫌犯等18人移送地检署侦办 其中有一半是未成年少年 主嫌核性嫌犯最后被生压获准 警方呼吁不管是学校 家庭还是设政单位 对于辍学学生能多一点关怀及辅导 防止未成年少年误入歧途加入帮派 记者张其腾 采访报导 下车 刑事局干员在高雄港58号管制站前 拦截围捕嫌犯 同时从货车上卫装的垃圾太空包里 查获重达一顿多的安非他命 及119公斤多的凯他命 市价预23亿元 警方调查这个运毒集团 企图以散装货轮着海上运毒 从高雄港走私毒品入境 毒品数量之大可供400万人吃稀食 幸好被警方及时燃货 实责上里面是大量毒品 那全案呢 我们最后 发现在实际已经成熟 所以从8月4号开始 进行全程24小时之后 一直到8月7号上午 当这些8月4号上午 夹下破纹 再映入地图出队的时候 我们立即在高雄港 软禁站前及时安截 另外刑事局也破获行动制毒货车 嫌犯将毒品原料藏在小货车后 深夜在再往深山或墓区制毒 专案小组长期搜证后执行工间 在彰化县、舍头乡或货制毒工厂 同时查扣相关制毒原料及设备 据估计可制成30万包的毒咖啡包 这是第九波安居气毒成果之一 在高检署指挥下 全国六大气毒系统单月共逮捕了4100名嫌犯 查获2857公斤毒品及38座的制毒工厂 行政院长陈建仁特别前往 未免弃毒有工人员 陈建仁表示 政府反毒交出亮眼成绩单 不仅弃毒成果丰硕 在首次试用毒品人数比例 以及因为细时新兴毒品死亡人数 也有显著下降 第一次试用这个毒品的人数 占整体试用毒品人数的比率 是逐年下降 从195年的23.7%下降到111年的18.8% 今年1到8月跟下降到17.6% 对于近期引发外界关注的知名网红西石大马案 是指引人数的病毒品人数 而死亡的人数 使用毒品死亡的人数 从109年高峰93人 下降到111年的6人 而今年1到8月死亡人数是0人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实际上我们防毒毒品防治的工作 相当的有成果 对近期引发外界关注的 知名网红西石大马案 承接人也表达 对其在年轻族群间流行的忧心 要求各企图机关加强查契 全力遏止 记者张琪辰 採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谈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 机上盒的民众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搞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上下独木舟操奖前进后退转弯 外富国小小朋友们划着独木舟 用眼睛观察水的颜色 闻水的味道 并在船上进行向万圣西的礼径活动 感受大自然洗礼 因为第一次体验 那划船的心情怎么样 很怕撞到 很怕那个磕潜会坏掉 然后我们会翻船 一开始觉得水很差 可是后来就是看着水很差 最困难就是那个转弯的地方 而且还有撞到一点 撞到那个 我刚才还割钱 那开心吗 开心 每一届的毕业班来做设计的课程 那之前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 那去年的疫情缓解之后呢 去年也帮我们的毕业生 办这样的一个户外教育的体验活动 我们的学校的老师啊 这个陈玉和老师 傅美林老师 还有我们像小婷老师 以及我们教处 以及过去林江台主任 现在的乡村英主任 他们对这个毕业班的学生的学习 是投入很多的心力 那我们是希望给孩子啊 在毕业之前啊 他可以跟其他同学说 我跟别的小朋友不一样的体验 尤其现在户外教育啊 是非常重要 怎么样让孩子在户外里面 学习到他怎么跟别人合作 怎么样去认识这个环境 怎么样甚至爱护环境 其实我们这一次的 户外教育体验活动啊 华州是一个重点 那为了这个华州 来到这个万圣溪 进行这样的一个 礼敬山林河川的活动啊 我们待会在这个过程当中 还想要给孩子们去做一次 对这个山林的礼敬 那我们也会 例行现在环境永续啊 大家爱护地球这样的行动 来照顾我们的周遭环境 所以这个课程对学生来讲 我们是希望透过 六年级这样的一个 户外教育活动 让孩子把平常课程所所学的 能够应用到他的生活当中 在城市中的小溪华州 仿佛进入世外桃源 孩子们兴奋不已 不同于教室课本知识 来到户外 学习的是尊敬大自然始作经验 文山区万和里里长吴作荣 也带着志工们帮忙完成活动 盼小朋友们能在户外 玩得开心有安全 万和国小本身啊 是非常重视环境教育的一个学校 所以说我们后来就一直延续了这个工作 那也希望这个让小朋友啊 能够多接触一些户外的这个活动 然后让他们增长一些见识 这个是在这个教堂里面 没办法这个吸收的 没办法收获的 所以说学校方面一直非常地 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希望啊这个小朋友 能够在成长的过程 能够获得更多的这个自然环境的知识 那所以说万和国小是这些师生啊 是非常有福气的 老师带领着学生 步行到宝藏岩码头 在岸上做水上滑舟课程 还有生态观察与文史导览 期盼给六年级生 带来不一样的学习体验 一起制造毕业前的珍贵回忆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祝我生 我爱你啊 几分 由长者与学生共组的阿卡贝拉轻盈合唱团 演唱动人的歌曲 《月亮代表我的心》以及《道香》 悠扬的歌声充满整个空间 大同健康服务中心与大同大学合作 开设地区关怀与生命实践课程 透过共组合唱团促进轻盈交流 我觉得很棒 因为我看到年轻人 他们充满了活力 这个是我没有的 那跟他们接触以后 产生了我的动力 那我有点期待就是 这个能够延续 这个活动能够继续的延续 然后呢 融入我们的社区 变年轻了 而且呢 在沟通方面 我也觉得我们彼此 会有一些协调 会从兴趣方面 因为我们有共同的兴趣 那培养了共同的话题 这个话题很重要呢 彼此的交谈 还有我们也做肢体的互动 我觉得很有意思 我觉得他们的学习精神 很值得我们效仿 因为就是唱歌这种东西 有些人会觉得自己唱得不好听 就不敢唱 可是就是大哥大姐 他们就是老师说什么就唱 然后就算唱不好 他们还是会努力的去学 就是不会害怕这样 所以我觉得有他们 反而我们学的会比较快 第一堂课的时候有一起互动 就是互相讲对方最 这不是做过最勇敢的事情吗 对 然后就稍微沟通一下 稍微聊天 很好玩 然后跟大哥大姐一起上课 我觉得很开心 这些年轻人比我儿子 我有两个儿子 他们比我儿子都还小很多 跟他们比起来 可能都还差个十几岁 不过我觉得 他们算是相当相当不错 他们基本上 我在很多地方 有的时候会碰到一些 不喜欢跟老人家相处的 但是我们这一次的 这个情况 我觉得他们 基本上是非常友善 可以说用英文来讲 就是very friendly 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觉得蛮好的 阿卡贝拉是以无伴奏的方式 进行合唱 在没有乐器的伴奏下 團员必须打开耳朵 聆听彼此的声音 在不断的练习下 让歌唱跨越年龄 展现丰富美声 因为原本会觉得是说 大家可能会有 可能节奏上 会比较有跟不上问题 可是其实发现 其实跟比较年长的 奖辈一起唱的时候 会有一个很棒的是 他们会蛮 回家会蛮愿意练习 就是每次来的时候 会听得到说下次 欸 节奏上又有进步 然后每次跟得上 都会跟得上 就是听感上 会觉得其实越唱 有越来越好 然后其实在 就跟阿卡贝拉一样 就是在练习唱 这个时候 其实就是每一个声部 共同之间的协调性 那彼此有没有打开耳朵 去听彼此声部之间的平衡 那大家彼此在唱主唱的时候 每个人听感上是有出来的 所以其实在一个 我要换你唱主唱 OK 然后现在又换我唱 Baking这个过程中 其实就是互相配合 跟合作的一个过程 所以 在NEO本身也是做节奏 所以在打节奏的时候 这个合作的过程中 我自己本身也会很有感 就是欸 其实在协调性上 跟一起在做这件事情上 他们其实不会到说 会比较缓慢的开始 反而是他们会透过更多的练习 来让就是 虽然年龄层会比较广泛 但是合作起来上 其实是舒服的 其实我觉得唱歌是 对人来说 是最轻便的一个乐器 然后不论年纪 男女老少 大家都是 只要有办法发出声音 他都可以唱歌 那阿卡贝拉相对 有点难 但又比较简单 就是它是一群人 可以聚在一起合唱 那我觉得 对于长辈来说 会是一个蛮难得的体验 可以这么多人同时一起唱歌 然后去挑战唱不同的声部 包括我觉得 其实对 有一定年纪的人来说 唱歌是一件体力活 对 那他们可以透过这些歌唱的训练 包括我们有 做一些发声呼吸 然后都去让自己的身体 可以更加的去收支 每一块肌肉部分的运用 我觉得其实算是一种运动 我一开始很担心 然后会觉得 大家好像很需要帮忙 但我大概到第二堂 第三堂的时候发现 我如果把他们打散 因为一开始就是你知道 大家刚认识 会有点陌生不熟 那长辈都是自己做一圈圈 然后同学们自己做一圈圈 但我发现啊 当我把他们放在那里的时候 他们竟然自主的 开始互相帮忙 大同健康服务中心 希望用歌唱的方式 帮助长者训练记忆力 强化肺部功能 并且延缓失能的发声 112年9到11月 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 与大同大学 台北互利健康大学 共同办理了奥卡贝拉 亲吟合唱团 提供更多的社交活动 与学习的机会 帮助长者保持社交联系 与参与感 增加身体的活动量 和认知刺激 运用歌唱的方式 帮助长者记忆力训练 口腔吞咽功能训练 强化肺部功能 达到延缓老化 及预防失能的目的 在学生的部分 提升对老化的认知 与促进正向对待长者的态度 反转年轻时代 对长者的刻板印象 建立关怀的能力 以及涵养服务医院 透过亲吟合唱 不仅打破年龄的隔阂 增进长者与年轻人的互动 也用歌声丰富彼此的生活 10岁的西西在10个月大时 因为意外 全身30%面积烫伤 伤势片及脖子 胸前及肩臂等处 历经三次轻创直皮手术 每次住院长达一个多月 直到现在 她仍然持续重建手术 并到阳光基金会进行復健 直皮手术的轻创 轻创的手术跟直皮手术 都要每一次做手术 都要一个多月 住院 住院就要一个多月时间都在医院 光是轻创跟直皮手术的部分 然後她都很努力地去面对 我们的手术就是 晚上都会常常都做翁 然后到小学的时候才比较好一点的 之前都会一直做额梦 因为她是才10个月大的时候 很多副理师 治疗师 帮忙做细心 做復健 然后有心理师跟她聊聊天的 她就是基金会的做医疗跟 復健的服务经验都很丰富的 基金跟我们分享的梦想是什么好吗 当一位医生 想当一位医生 很关键的 还有一个问题是 为什么想当医生 赠了钱 可以赠了钱 你知道这个答案我好喜欢 小珍出生时 小腿椅上满是紫青色的胎记 爸妈原本期盼能逐渐消退 但随着成长 小珍脸上的胎记却越变越深 常引起他人的注意及询问 在阳光基金会补助下 进行雷射治疗 历经五次疗程 逐渐改善脸上的胎记 那医生告诉我们 这个叫猛骨斑 然后说六岁以前很消失 那但是身体是有 身体有的消失 那脸的部分的话 也因为越来越黑 他这个脸其实有做 有点搭一点 好 这个脸啊 就是做了五次的治疗 所以现在比较淡一点 他其实是个很活泼的 看得出来吧 从小就是很活泼 他在小一的时候 突然变得很安静 我们想说是在学校的时候欺负还是什么 问他不然是都从没有啊 不过我们后来想一想 可能因为脸上的关系 你从小都被人家问说 他怎么了 他也就是说 你懂吗 他打了一次的过程是非常痛啊 你怎么面对的 你看他会讲 你看他会讲 我找旁边的医生去聊天 然后转移注意力 这样就比较不会痛 就会比较不会痛 就会比较不会痛 可是痛的时候 不会痛 只会痛的时候可以哭嘛 可以哭嘛 一下下可以 你们觉得这张图画的是什么 我阿嬷家的袜子 大象 一个人倒在棉被下面 都对 实际上呢 眼睛只能看到外表 用心呢 你可以发现更多 为了帮助阳光孩子及家庭 自信成长 重展校园 阳光基金会 特别邀请行走的百科全书 知信作家谢哲青 与阳光孩子一同拍摄公益影片 呼吁大众同理支持阳光孩子及其家庭 营造更友善的成长环境 小郑非常非常乐观 刚刚有看到 现场他更活泼 他画画的时候 他完全都不想听你这样 好的 然后希希也是一样 然后每一个人都可以很勇敢的 来谈论自己的梦想 非常的正向 相对的 就是我觉得 我们会用太多太多的想法 跟眼光 来思考这件事情 那在阳光扶持下的孩子 实际上 他们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的事故 他们一定是聪明的事故 而且他们这样非常的善良 他们即使在生活中 他们面对很多显性的 跟隐性的 不同的 不然假設恶意 但他其实有些是无心的 但他们呢 都概括承受之后消化掉 他们不会轻易的闪现出来 相对之下呢 我们在他面前 显得有点幼稚 在孩子前面 所以呢 跟他们的互动过程中 其实非常的开心 在阳光经营会 有许多的治疗师 心理师跟社工 所以呢 就是在这方面呢 可以给孩子们 一个非常全面的心理的安全网 我觉得这样 在他们坠落的过程之中 他们知道 荣友人 在旁边扶持他 或者是拖住他 那另外呢 我觉得 这一次我知道 就是 阳光来进入到校园来进行宣导 那让孩子在回归校园的时候 就怎样去创造一个更友善的校园环境 其实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阳光除了提供 由社工 心理师跟治疗师 所组成的专业团队 来协助他们进行生理复健 跟心理方面的支持 之外呢 我们也提供医疗补助 那因为 这些骚伤严损的孩子 他们都需要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治疗 要做手术 然后要长期的复健 所以我们就是提供他们医疗补助 能够让家庭能够 比较安心的去陪伴孩子 可以接受度过这个漫长的疗程 那另外当孩子需要进入校园 或者是回到校园的时候呢 我们提供了就学宣导 最主要是帮助校园的这个师生们 能够来认识阳光的这群特殊的孩子 那他们的以及他们的处境 那帮助我们的受伤严损的孩子 能够在比较友善的环境中 能够一样快乐的学习 此外我们颁发奖助学金 等于说从小学到研究所 其实都有条件来申请我们的奖助学金 希望透过奖助学金的颁发 以及在过程当中我们设立 设计了很多激励的这些活动 增加他们的自信 能够让孩子们更好的装备自己 能够提升他们的自信跟自尊 阳光基金会每年服务 约400位烧伤严损额 从前端生理附件 心理支持到回归校园 提供完整身心理重建服务 邀请社会大众捐款支持 烧伤严损额 身心理重建服务经费 成为他们背后温暖的力量 记者林锡慧台北报导 恭喜中华政治边境全国总会 十年有成 集结了相关与专业人士 用心打造都根的交流平台 第十届都根新展望论坛展开 就台北市都市再生的推动 公办都根愿景 围绕重建 都根展望等主题来探讨 創造产官学界都根交流 我们这次的论坛 已经是半地十届 有关这个国家未来民众 对这个围绕都根 我们中华都根总会非常重视 所以我们每年举办的一次 今年的四大主题 跟往来的主题都不一样 我想这个我们想大家 今天这个活动 往来应该会有很大的收获 我们国家成立了国家制度中心 这几天来 十届都跟三个华 前世都到位了 那小基地也能参加重建 加上都市更新 条例的前面关修 现在的阵队 可是越来越坚了 连外岛 马族 金门 澎湖 地区 也都开始进行 老旧都根 都房屋的改建 那么2015年以前 我们台湾 总共有534件 那目前呢 我们国内呢 已经达到4283件 已经开工的 已经达到77% 所以我们呢 称为围绕都根的教父 内政部华处长 他在执行政府都根 围绕政策上 有他努力深入了解 问题修法克服的坚持啊 才有今天的成绩 我想都市更新 进入到可以展望 其实背后大家的努力 当然怎么样把都根围绕 推动得更广更顺畅 让大家对未来的改建 越来越有希望 绝对是大家共同的期待 我想无论是政府或者是民间 大家一定要继续努力 大家也知道 这些年来 我们都根和维老 逐步的成熟 到过去这几年来 我们大概一年 维老案件全国大概 可以超过800件 都根大概都可以超过80件 而且来大概一年 有900多件的都根 家维老 场观学之间 结合起来的那一个量分 更多帮助整个城市环境的改造 所以说无论如何 今天这个题目 都根新展望 其实对政府是莫大的挑战 但是这个挑战 却是民众最期待的事情 所以说大家好 好 论坛闪述及讨论 中央及地方都根新政策 让社会各界 认识了解多元都根展望 也协助政府 在政府未来制定相关法规 与制度时 能兼具多元声音 提升围绕都根的效益 和效率 促进都市永续发展 记者问君 台北报告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 机上盒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盒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典礼开始是由在地的世界师王呂师傅龙师团 带来精彩演出 为活动祝福 剪彩仪式中邀请到基隆市长谢国良 文化局长江亭梅 事议员蓝敏黄、呂美玲、许瑞茨、张浩� 跟影运团队立委国际开发郭淑珍董事长 莉莉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基金会 郭泉庆董事长等贵宾 共同开幕剪彩 那今天非常开心 我们邀赛司令部终于可以开幕了 那我们这个立集集团很感谢立委公司 把这个环境也都打造得非常的优美 不只有人文气息 重点感觉也有消费模式 我觉得这是非常棒的 那这个是前市府林前市长时代 就规划完成的 那今天做好 很可惜他今天不能来 也拜托张浩瀚总召转达 对于林前市长的感谢之意 也希望未来能够大家继续努力 这边基隆的台营的经理 跟我们讲说 这个地方 礼拜到礼拜五 所有的人都到台北去上班 礼拜六礼拜天 他们也到台北去消费 只有礼拜六礼拜天有观光客来 他平时都没人叫我们 叫我们来的 但是我看完 我觉得我自己心里有一把尺 我想要怎么做 我心里就已经有点 就有想法了 那后来我还是去标了 那我想标到这个地方 真的他都很有特色 有山洞有山洞的特色 那古迹有古迹的特色 所以我想真的希望 让更多人来到这个地方 不然我常常跟朋友讲说 你如果有机会到基隆来 可以来这边做做 那我跟郭董事长报告 你放心 我保证在这一大堆钱 这个地方地零人结 那在我们年前市长的努力之下 还有我们中申区四位一人 共同的争取之下 我们好不容易啊 把这个古迹啊 这里本来是海巡署在用的 阿湾花了很大的力气 跟他换土地 然后把这个地方交由市政府管理 我们还花了将近两亿 把它整理起来 非常感谢我们董事长 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个 骨子的一个活化 也把过去在其他场域的经验 带来我们这边 让我们中正区整个观光廊带 很重要的一个要塞司令部 能够用从全新的一个崭新的面貌 呈现在我们未来的观光客的面前 那也祝福也期许我们未来 营运顺利圆满成功 感谢大家 谢谢 那非常感谢我们郭董事长 努力的来活化这样的一个场域 那也希望说透过 不管是艺术的展演 或者是餐饮文化的一个推广 能够把这个区域的一个观光发展 跟文化的一个故事 希望给更多的一个民众知道 那我想接下来我们也会 可以极力的来邀请我们周边的一个 邻里的一个伙伴 周边的居民 那有机会 我们来到这个园区 把它当成自己的家一样 那每天来 天天来 甚至是说 有很多 不然是刚才郭董事长提到 吃在这里 看在这里 学在这里 那这个是一个文化 努力的一个传承 以及享用这个空间的一个过程 地方上都相当期待 这个古迹活化的文化创意景点 带动中正区一带的观光发展 要在司令部的OT案 已经顺利由立即建设得标 那今天也正式要成立这个餐厅来开业 我想这个将来这个景点 会是基隆市最重要的观光景点 也是打卡的热门景点 那我希望说立即建设能够用心的经营 未来能够不定期的办这些艺术展览 那再加上咖啡美食 还有这个茶餐厅的文化 那民众来这里可以参观古迹 了解文化 同时可以用餐休闲服务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亮点 那也希望说立即建设 未来能够为我们的这个OT案 能够打开这个线力 来带动我们基隆市 这个招商引誌的发展 那非常的眼睛为之一亮 就是过去的邀塞司令部 现在居然能够这么的璀璨 转型为一个非常棒的一个餐厅 而且真的很有创意 我刚才去参观的整个的内楼 包括一楼跟二楼 每一个这个自放的东西啊 都让我觉得很棒 然后餐厅我觉得应该是非常的可口 特别请教有没有素食也有 所以呢素食探餐还有两样 让我非常非常的惊艳 我希望跟在地人所讲的一样 一定要长长久久的 不要让我们只是昙花一现 所以真的要祝福他们 久久长长的留在这里 而且我们一定会经常来捧场 文化局长江婷梅说 地方民众熟悉的古迹基隆要塞司令部 转化为文化创意景点 以司令大院子正式对外开放 空间规划上包含了展示餐饮文创的文化园区 让古迹风华再现 而因应游客停车的需求 市长谢国良也指示文化局和交通处研议 附近停车位能够改成在假日部分时段收费 并且将收入全部回馈给地方使用 今天这个要塞司令部开幕了 我想我们都非常的开心 那我们也有责成文化局加强周边的停车位 我希望这边的社区停车位 可以改成部分时间在假日的时候 是属于收费停车 但是我们会把收费停车的停车的收入 全部归给地方使用 这个部分我们会请文化局积极的来配合 司令大院子的光复楼区域 开放时段为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8点 而要塞司令部展场区域的开放时段 为每天10点到晚上6点 记者黄志生陈淑平基隆报导 AED捐赠仪式上由金融市长谢国梁主持 金融福人社社长邱李怡 警察局长张树德邀请福人社友和警察局同仁一同见证 有7个设备能够救到民众的性命 就像如果欧卡能够透过急救把人命救回来 这都是真正有功德而且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我们金融社 捐了4台的AED设备 我相信贾里十字一定能够发挥救人命的功能 为此我们非常的感谢我们金融福人社 做出这样的赞举能够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卫福部今年5月收法公布 将警察机关各分局派出所 纳入紧急医疗网处所 需要驻地安装AED 金融福人社有感于AED急救设备增设的需要 特别捐赠4套AED给警察局 每套价值7万多元 因为我们今年都给人70千年 所以我们就要做一些服务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预算 就跟来做在金融市警察局 这是因为这可以替我们市民服务很多 所以我们就针对警察局的需求 所以我们就来配合金融 我们来建筑这个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去占器 一般俗称AED 许多人听到是电极器都会害怕 不会用也不敢使用 但其实操作起来 并没有想象中的困难 那他口诀就是早期我们以前学嘛 就是从叫叫ABC叫叫CAB 那现在的民众版简单的就叫叫叫CD 那他把什么拿掉 他其实把以前的A跟B拿掉 就是口对口人工呼吸拿掉 这个改了之后救到非常多的人 因为大家以前是恐惧 不敢用口对口人工呼吸 现在就是要CPR跟AD 所以政府宣导叫CPR加AD 就有机会快速把一个人救起来 金融福人社抛砖引玉 率先捐赠四套AD设备 警察局除了表达感谢之外 承诺这四套设备 将装在外勤单位 让AD成为民众安全的守护天使 记者 黄绍铭 金融报导 空地上出现好几十袋的废弃物 堆在地上像一座小山 查检人员翻看一看 里面全都是银件废弃物 有砖瓦 马桶 木材等 金融中正公园18罗汉洞一旁空地 在这个月9号 招人弃制引荐废弃物 環保局接获报案前往调查 发现四周监视器都故障 随机通知警方 过去看的时候就发现 有一些马桶 碎瓦等等的 砖瓦废弃物 那我们就发现 寿山路那一段有三个路口 那三个路口它分别是属于信六所 还有我们的信义所跟东光所 三个派出所 那我们就当下就先请警察局协助 幫我们协调三个派出所 警察局协调三个派出所 花费数日时间 调阅各路口监视器 果然发现一台蓝色小货车 设有仲嫌 通知事案人前来说明 那我们去调阅入口监视器 那经过调阅之后就有发现到一辆可疑的货车 它在车斗上面已经有栽满了现场的那些废弃物 那也是顺着寿山路那边开上去 那就有发现它有弃字的那个迹象 那后续我们就是请警方那边把这个行为人 就是通知到案说明 由于市政明确 事案人才坦诚 利用中午没人时间随机找地方丢弃废弃物 现在不只要吃上六万元罚金 还要背上行则真的是得不偿失 记者黄少铭基隆报导 由基隆市政府补助社团法人基隆市康复之友协会 在暖暖区成立的暖心会所正式接牌开幕 办理精神障碍者协作模式的服务据点 透过共同洗菜做菜学习制作手工艺品 以及行政文书资料整理等方式 协助精神障碍者迈向复原 我们会所是今天所有的人进来 以后我们先当个伙伴 我们先开个公司 那我们大家开个会 我们把我们这个月要做的餐 做的事大家都先归换了 所以在会所里面 没有竹虫的关系 大家是个partner的关系 要谢谢你们 能够尽心尽力来帮我们这些病友 来做一些服务 来帮他们 协助他们怎么样再去重回到社区 大家互相帮忙 可以让我们的 不管在会所里面 或者是会所外面的生活 都更精彩 然后我们的其他的市民或家人 需要相关的互相的帮忙 我们也都可以互相在这里 得到一些资源的支持 暖心会所也属于 强化社会安全网第二期计划 市议员们表示理解和支持 但是也希望主管单位 要跟外界说明更清楚 哪些精神障碍者可以来这里 我想在社区里面 特别是里长 里市长 常常会碰到有一些需要的状况 那他们的会所呢 要替我们服务什么 待会再跟大家说清楚 里市长伙伴 可以多多应用这个资源 把社区需要的分门别类的 送到各个地方 然后让我们社会更能够 在我们社区里面 大家更能够感到舒适 因为刚才里长其实有讲到 就是每个月 其实这个 都会排定好工作的内容 大家一起讨论 一起分配 那完成 一起完成一个 我们讨论出来的目标 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好 那未来我们说说 这个据点的业务 跟发言内容 可以让更多人知道 那有需求的民众 就可以来这个地方 我过去长期有一段时间 就是所谓精神障碍者的家属 那那个生病的人 就是我的妈妈 就是我在活高中的时候 他得了非常非常严重的 重度忧郁症 这个是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如果说未来身边有一些 你不同状态或处境的朋友 我相信在这边 这个暖心会所 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资源 我们可以陪伴一个个案 陪伴一个家庭 慢慢慢慢回归到社区 跟他的正常工作里面 暖心会所是全市第二间 精神障碍者服务据点 市政府预定明年成立 第三处的服务据点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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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不赢了 赶着去缴税了 不用急 现在用手机缴税超方便 只要扫描缴款书上的QR Code 就能轻松缴 另外 还有这些多元缴纳管道可以选择哦 112年地价税开中 安心缴纳依止痛 营养化碳终结者 NOKO醬提醒您 无碍式瓦式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家庄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营养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1 热水器牵移至屋外 2 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 3 敢用电热水器 NOKO醬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机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 强力查期 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和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 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处2年以下 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 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 机上和的民众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